21年就发现了 这是档位提前发现的 你拿手机来给你照照 那是做伤费 这是最新一次 就是三个月前在这家医生报的 这是两个 这个是她的背段 这个是一个姐姐 看到吗 这个给你画出来的 再往上走 这个还大一点 我之前看一个医生 在这里看一个医生 还有一个小 还有一个三个 对 都离胸膜不远 这都是原胃癌之类的 但是这种膜玻璃的 它没危险 观察没变化 还可以继续观察 那你认为 有没有做手术的标准 你自己决定 但是就是跟你说 它性质是明确了 明确了 是原胃 对 原胃或者甚至微浸润 都有可能 然后节节位置长得都很好 都在边边上 所以你又年轻 你自己可以考虑什么时候把它做掉 我现在就想找你做 现在就想做 结婚了 我就是想找你 结婚了没有 有工作没有 我就是21年发现 然后23年刚好9月份生了孩子 嗯 我现在生完七个月了 生之前发现的啊 对 我一年已经没有妇产 一生完我就来 但是你看有的人就说 实际上是你怀孕前就发现了吗 你看这个节节 是吧 怀孕前就发现了吗 怀孕前就发现了 对 然后你就怀孕了 这是另一个节节 总共左边有三个都靠近胸膜的 这这这看到了很清楚吧 看到了 然后呢 怀孕前发现的 然后怀孕生完孩子 现在喂完奶了 嗯 然后呢 现在就想处理这个节节了啊 我觉得选择是明智的 因为我经常碰到那个年轻的 他很多人呢 确实医生也不敢保证 就是你怀孕 激素水平都变了吗 对 激素都变了 有的人就说哎呀 可能变了以后会促进节节生长 所以怕怀孕了以后节节会进展 尤其这些靠近胸膜的说 进展了以后节节就扩散了 我这个不是有参考性的 哦 所以你就是有参考性告诉别人 这是安全的 磨泊 磨泊的节节 怀孕也是安全的 别那么紧张 所以你的例子就是告诉大家 很安全 别那么紧张 但是你年轻却是二十几岁 嗯 节节位置又好 把它处理了 就一了百了 做的话是微创吗 微创 很久吗 不会很久很快 不要怕插不插管啊 会我们要保证手术安全和手术快 手术创伤小 插管对你有好处 但是一般都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会因为插管有问题的 就做小手术对你的肺损伤不大 那时长大概多久 从住院到出院 四五天 大概几七年做的 不用 人工 小题大做了 那你就多花四五块钱干啥 四五万